好,那刚刚我们出了一题,请各位做出run的函数 那有下课有很多同学来问 其实你上课也可以问 那这里其实有一些工具你可以用 像我在教几率统计的时候 我习惯用一个叫做r的软体 那这种软体你用来写程式就轻松愉快 不像c的话呢,你会写得快哭出来 那c如果你要画一条曲线那会累死 那但是r这个软体呢 就是说我想画3好了 然后我想从-10画到正10 这样就画出来 OK,所以非常的容易使用 那像刚刚各位我们出的那一题run 对不对 不过它画出来的run会有点怪 因为它会把它连起来 它会把它连起来 事实上不太应该连起来 -10到正10范围太大了 可能画-3到正3就好了 你在画的时候呢 你看在2.5的地方是不是跳起来 2.5的地方跳起来 然后在-1.5的地方会跳起来 然后你在画的时候 这边呢,这边是实心的 然后,不对 这边是空心的 等一下,这边是实心的 run的话这边是实心的 这边是空心的 上面是实心,下面是空心 不要把这条连起来 就OK了 连起来的话就 就不是函数了 因为同一个点 对应到太多值 无限多个值 就不是函数 所以不能连起来 好,那这是一个 软体工具叫r 如果你学思义员觉得 我要画图 那你千万不要用思义员去写画图 你会写到哭出来 一定是用高阶的工具去做 像r就是一个 那其实还有一些 更简单的工具 像Google也可以拿来这样用 Google我拿来画Sign S 可不可以 可以啊,Sign S帮你画出来 而且还可以操作 还可以移动 这是Google Google 真的不是Google 那所以你要画Sign S 然后再画一个Sign S 可不可以 有啊,可以啊 再画一个5S 可以啊 那比如说 3乘以 可以啊 那只是它的范围 可能你要 放到缩小一下 不然看不到 好用吧 好 那大概像这样 你就可以稍微试一下 那像那个Sign S 真的是很奇特的一个函数 这里 我从 从 这个是-0.06到0.06 对不对 然后它说 无法正确绘制这个函数 为什么 你 点一下 它说 不是 它现在是说 如果我无法正确绘制的时候 就点这里 但是 我可以正确绘制了 所以不用点 你可以把它放大 你会发现一直放大 它拉回来 一直放大 那 Sign S 通通都 没办法 看 就是越来越密 越来越密 到最后 你根本看不清楚 因为太密 所以 所以它在 0点 是 无穷密 那 再不是0点的话 其实是 是很宽的 很宽的 可以看到 不是0点 越来越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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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是Sin S分之1 那 你可以看 Sin S 跟 cos 它的差别 那 再看 sin 2s 跟 2 乘以 sin s 你可以利用这样的工具 来 稍微了解一下 那些函数的原理 的图形 大概长什么样子 我不确定这里 有没有seal 没有 这里应该没有seal 所以 如果这样呢 flow 也不行 所以 它只支援某些函数而已 所以 各位可能 对 就是 还是它的支援 支援度 还是没有那么好的 好 那 这是 告诉各位怎么画图 那 对应到的就是 我们刚刚 给各位的那些 图形 其实 微积分 我觉得 你要学好 先从图形的概念入手 会比较好 从图形的概念入手 然后像 切线 那些东西 然后 你有了这种概念之后 再去学 会比较容易 好 那各位操作看看 好不好 上Google 操作看看 试试看 各式各样的函数 S平方 S平方 应该还可以 你可以试试看 S平方 应该是 S 这个S平方 有没有 S三次方 有啊 S三次方 也可以 那0.1乘 也是 三次方 OK 有 这绿色的是 0.1乘 S三次方 OK 可以 所以各位试试看